报身受报的时候 该如何脱离六层苦恼 修清静智慧 也就是业障爆发 业爆来的时候 怎么脱离烦恼 修清静心呢 很简单 第一跟众生在一起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跟大家在一起 一起共修 一起越过 让大家帮助你越过很多的障碍 烦恼有了之后 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拜佛 念经 菩萨 请菩萨帮助你 化解你自己的烦恼和忧愁 这样的话 你就会静静 所以有的时候 当一个人苦恼的时候 千万不要自己 把门关在家里 自己一个人 这就叫自闭 自己把自己 闭在房门里边 要走出去 和我们的佛友在一起 天天发喜充满 天天能够到观音堂来 看你所喜欢看的人 不是人 看你所喜欢看的 未来的菩萨 看你所喜欢看的 观世音菩萨 看你所做的 自己的功德 慢慢的来忘却烦恼 实际上一个人的境界 一定会 抵制你很多的 六欲 五欲六成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谢师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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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